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五百四十一集 要想在西单搞到合适的店面 这事儿说难也不难 就看交给谁去办 夏小兰带陈希良去西单逛了一圈 陈希良就同意去武行长那里买国债券 武行长已经快成了兼职的房产中介 让夏小兰或者陈希良去搞铺面 两人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 外地人没有人脉 都不知道要往哪个单位送钱 武行长就不同了 他简直是无所不能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国债券是分担在整个支行的任务 眼看着要到年底了 武行长还犯愁呢 夏小兰又给介绍一个南方的老板 来买国债券 找店铺这事儿并不难 武行长不认识人 他还有亲朋好友 还有整个支行的员工当后盾 为了完成任务 为了年底的奖金 为了凭上先进员工 在西单找铺面算什么 陈希良和刘勇一样 一开口就买了两万的国债券 支援国家建设的诚意十足 武行长的诚意也足足的 武行长就知道自己没看错夏小兰 是一位好同学呢 肯不计较名声 给高中母校捐图书的人 也会给他介绍优质的客户 夏小兰被武行长的热情搞得发毛 他觉得 自己要搞王府警的店面 也有可能啊 大手笔买二十万的国债券 武行长或许能把整个京城 除开不能挑的地方 别的地儿都拳起来 让夏小兰选 又要让您费心了 夏小兰说这话 武行长特别热情 不费心不费心 为客户解决烦恼 是我们银行从业人员 应该做的 改革开放的春风 还没有吹遍神州大地 武行长的思维 已经和世界接轨了 银行是金融业 银行的员工肯定是金融从业人员 但更多的时候 他们得把自己看成是服务业 武行长真切感受到了 这种转变带来的好处 替客户解决问题 客户购买国债券 双方皆大欢喜 简直是太完美的模式 反正 武行长的亲朋好友 能通过各种熟人 找到哪里有房子要卖 哪里的店铺 该向哪个单位租 这是人情能搞定的 现在的人情又不值钱 一条烟 一瓶酒的事 可他的人情搞不定国债券啊 一张口 要让别人买国债券 哪个亲朋好友 都会离他远远的 单位里认购国债券就算了 那是没办法 还得被武行长追着多买 一家老小 还要不要生活了 哪里都是花钱的地方 国债券和银行存款还不同 不到年限 不给兑换 认识一个夏小兰 就有源源不断的客户会上门 武行长不怕给人帮忙 能帮上忙 别人才会上门 要不然 谁会傻到主动上门 买国债券呢 追着骨头里都榨不出 二辆油的穷亲戚跑 没用 还是得逮像夏同学这样的 有钱人 有钱人的朋友 也是有钱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嘛 这行长 陈希良感叹 原本以为银行的领导 都是高高在上的 陈希良一个批发贩子 和银行打交道的机会真不多 当然 像武行长这样 亲力亲为 开拓业务的领导 本来也不多呀 一部分领导 都是把任务 全扔给下面的人 武行长倒是没有主动要贷款给陈希良 毕竟陈希良现在说是搞品牌 都没有注册 也没有尸体 武行长没有提贷款那一茬 就是这样 陈希良都很惊喜了 银行的领导还能当房屋中介哟 他以前敢想吗 等陈老板摸清这里面的套路 可能都是几年后的事 夏小兰的出现 让陈希良提早踏出了创业的路 两人在西单转了两圈 选到了几个合适的房子 能不能成 还烦请武行长托关系问问 陈希良一次性买了两万的国债券 夏小兰也趁机给自家的服装店找店面 露娜要开专卖店 夏小兰家的服装店也要开分店 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就像陈希良搞自己的品牌 他也不可能把批发生意丢掉 陈希良都干了两三年 有了自己的固定客人 女装品牌这里 还不知道要投入多少钱进去 批发生意 是陈希良的现金奶牛 也是将来推广自己品牌的渠道 陈希良在京城待了两天 夏小兰从周成的存折上 取了五万块钱给她 一人投资二十万 那也不可能把钱一次性给完 走到什么阶段 需要花多少钱 夏小兰也不是那么好骗的 这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差别 也不是说有经验就不会上当受骗 起码被骗的几率要小一些 除非夏小兰自己亲自动手 再稳当的生意 她也不能把手里的本钱全投入进去啊 合作是说好了 夏小兰要给周成写信说一声 不知道周成在陆军学院那边如何 迄今也没有打过电话来 信件也没有收到 夏小兰还是惦记着 唐红恩到了京城 没有先去华清大学 也没有去季家 她先自己去了季老的墓地 献上一束白菊花 季老的黑白依照表情严肃 是老人家身前常有的表情 唐红恩和季雅曾经共同生活了九年 结婚后 季雅跟随她到育南工作 和季家人并没有多少机会走动 也只有过年时 才会有机会和季家人见面 有限的见面里 唐红恩自问 做到了一个女婿应该做的 可在季家人看来还不够 当唐红恩陷入风波时 她应该主动放季雅离开 主动不牵连季家 而不是等季雅提出离婚 唐红恩坚信自己的理念没有错 愿意坚持自己的想法 相信能等到光明 季家则想让唐红恩妥协 实际上唐红恩是对的 她虽然被下放到牛棚里改造 但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平反 做一个轻易改弦一章的小人 就不会有今天的守得云开 见月明 一个没有什么好背景的人 能在四十多岁走到如今的位置 唐红恩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辛苦 她为的不是权利 而是施展自己的报复 季雅提离婚 还带走了儿子 唐红恩并不怨对方 她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坚持 就让老婆儿子跟着吃苦吧 但 季雅现在的改变 唐红恩不太能接受 季雅是不会听劝的 让季雅去为难一个小姑娘 不如有什么火气冲着她来 反正她也想和季家谈谈 一听说唐红恩到京城 最生气的居然不是季雅 而是季江源的大舅 季老爷刚过世 唐红恩是不是看季家没了依靠 要上门来欺负人了 季雅 季雅